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是关于基因工程的第一部分 基因的结构及工具 下面来看一下这一刻的安排 那这一刻呢 我给老师给大家安排了三部分 这一部分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基因工程它的定义 以及它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这个基因的结构 第三部分呢 是关于基因工程的基本工具 第三部分呢 也是我们这一刻的一个重点 其实啊 这里我们讲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在必修二时候呢 我给老师呢 已经给大家拓展了一些 在这个八高班里 如果那个时候你觉得不错的话 那到这一块呢 你可能学起来会更加轻松一些 好 我们先看第一块啊 关于这个基因工程它的定义 以及它的理论基础 那首先呢 你得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基因工程呢 虽然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转基因农作物 对不对 什么是基因工程啊 它是指按照人们的愿望 进行严格的设计啊 并通过体外DNA重组和转基因等技术啊 赋予生物呢 这个以新的一番特性 那从而创造出更符合人们需要的 新的生物类型和生物产品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基因工程啊 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呢 是去设计一些新的这个品种 对不对 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 现在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 假如啊 我们说咱们这个郑卫老师 这是我们的郑卫老师啊 他特别喜欢养猫 啊 他特别喜欢养猫 那么他养猫想干嘛呢 他就想从猫这里呢 获得一些慰藉 对吧 猫可以给他安全感啊 但是大家想想啊 这个猫现在这个个头是不是太小了呀 给他的安全感不够 特别是大叔又这么的这个 这个素材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基因工程呢 就可以给他设计一种这个方案啊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想办法把这个猫的稍微变得大一些 让他养更大的这个猫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猫变得更大一些呢 啊 我们想想啊 咱们平常长得比较大的生物 像什么大象 对不对 像猪 这些都是长得比较大 那我们就以大象为例啊 我们就可以从大象身上啊 找到一些跟他这个长得比较大的这个基因 有关的这个基因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基因呢 转入到这个猫的这个细胞里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干嘛呀 赔出来一种新的猫 这个猫呢 长得跟大象差不多大 啊 长得大 跟大象差不多大 就这样一个猫 然后呢 就可以让大叔呢 去养他了啊 以后他不养这种猫啊 养这种猫 养这种猫之后 你想想啊 还能保护他 给他是不是更多的安全感啊 对不对 当然我们说 我举的这个例子呢 可能现在 以我们的这个技术 还很难实现 因为这个 关于这个个体长大啊 它这个涉及到这个基因呢 可能就非常非常多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基因工程呢 这个完成起来的 可能会比较费劲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是什么呀 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对不对 好 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我们接着说 由于这个基因工程啊 它是在DNA分子水平上 进行设计和施工的 大家注意 因此呢 我们就叫它叫什么呀 叫基因的拼接技术 或者叫DNA的重组技术 所以你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啊 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啊 看到这个东西啊 你不要去猜猜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呀 到底什么意思呀 它就是我们说的基因工程的意思 OK 好 这一块呢 大家大概的去熟悉一下 好吧 没必要去把它真正给记下来 你熟悉一下就行了啊 不过这个名字的你得知道 来 接下来我们来大概的了解一下 关于基因工程的这个基本操作步骤啊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后面几节课的一个重点 这里只是让大家大概的有一个印象 那基因工程它大概的步骤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封为四步 第一步呢 就是提取你的目的基因 你看看你想要的这种是什么基因 比如你想要的是一种这个抗虫的基因 或者使它长胖啊 长瘦的这种基因 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目的基因 那接下来就是把目的基因和对应的载体相结合啊 然后呢 就是把目的基因呢 导入到你的这个受体细胞啊 对受体细胞进行一些改造 是不是 那最后呢 你就是要检测一下啊 你这个目的基因 在你这个受体细胞里到底有没有表达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概的步骤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你自己看看啊 自己大概能不能去理解啊 可能你现在如果没有提前学过的话 你出自看 可能会非常的飞劲啊 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专门的解释一下这个图 它大概的意思 这里呢 我就不多说了 好吧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关于基因工程它的一些特征啊 这里呢 可能会有些东西啊 是我们出体的时候经常会出的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操作环境 基因工程到底是在哪里进行操作呢 我们说一般的是在什么呀 是在这个体外进行这个操作 OK 它的操作水平呢 一般是在什么水平啊 在分子水平啊 在分子水平 注意一下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BQ2讲到 讲到这个育种的时候啊 包括讲到我们说的这个可疑传变异的时候 都有人提到过 它是属于基因重组 OK 基因重组啊 基因重组除了基因工程之外 它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丢组合 以及简直分裂过程中的这个 简易的时候发生的交叉误外 对不对 这些都属于基因重组啊 来大家看一下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通过基因工程进行育种的话 我们可以呢 克服远沿杂交不亲和的障碍啊 并向呢 改造生物的这个遗传性状 OK 比如啊 有一种叫抗虫 这个抗虫棉 就这种这个棉花呀 它能够抗虫 那么它这个抗虫基因呢 就是从一些这个 这个菌珠上面提取出来的 那你想想这个菌珠和我们的这个棉花 它们间这个亲缘关系 那就远了去了 对不对 但是通过基因工程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 抗虫基因呢 转移到这个我们的棉花身上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说它可以克服远沿杂交不亲和的这个障碍啊 定向的改造 是我们的遗传性状 这个优点 你最好记住啊 这里这些涉及到的这个东西呢 等后面我们再讲具体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再体会一下 OK 等到你对后面的这个大致的过程熟悉之后呢 这里讲的东西应该是非常了然了啊 现在呢 你先熟悉一下就可以 来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理论基础 就是呃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基因工程 它能够实现呢 它是有自己的理论支撑的 来看一下它相关的基础啊 呃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基因拼接的这个理论基础啊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不同的这个基因呢 能进行拼接 因为在很多时候啊 我们要把这个目的基因呢 导入了咱们的树底细胞 我们能够ans双重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摇不耐绝